你没带脑子是不是啊 没想到说错一句话 就让他损失了一个5000万的项目 明玉和身价千亿的老板一起去出差 谈一个5000万的项目 相关事宜都和对方的总监谈妥了 但就在要签合同的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 对方的老板看了他一眼说 你是第一个谈20分钟就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的人 真是后生可畏啊 明玉笑了一下说 哪里还是我们老板厉害 我只是一个打辅助的 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 对方老板瞬间变脸说 我再考虑一下改天再约吧 然后转身就走了 回到酒店老板跟明玉说 你在沟通方面真的太欠缺了 就因为你不会回话 对方的老总觉得你太自以为是了 5000万的合同打水漂了 你这一去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掉了 对不起 你最近变蠢了你知道吗 你是怎么了 你没干脑子是不是 明玉当时真的特别的郁闷 郁闷的都想哭 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哪出错了 老板跟他说 你还有一次机会能挽回这个案子 这个项目光提成就不止200万 明玉急忙问 那我该怎么办 老板说 回去连夜看看回话的技术那本书 你想要的答案都在里面 我明天再带你去争取一次 第二天刚到谈判桌上 对方老板上来就说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 跟我年轻时候很像啊 明玉立马就想起了 昨天晚上书里面教的维画技巧 他说 红总您过奖了 还不是您愿意给机会 而且还会掩饰人 所以我才拥有了这次签约的机会 对方老板笑了笑 跟他的总监说 把这个5000万的项目交给他们 我放心 其实不是社会太现实 是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 你说话的方式就是你智商和能力的表现 当你懂得如何回话时 你的生活和事业会更加游刃有余